我們做一些練習 他說有關於氣體的影響跟作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那有一些像A選項 就是我們在教D科的時候會強調的事情 B選項這些東西 也都是D科會在講的 臭氧本身是有毒的 它會傷害我們的呼吸道 所以它在地面在你的四周它是個壞東西 可是它在天上 它可以吸收紫外線 紫外線對生命有害 所以它過濾掉紫外線 所以它是好東西 所以好東西 因此它在你的四周是壞東西 在天上是個好東西 所以選項C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C OK嗎 OK 好 接下來請問你誰會發紅光 我們課本上面對這種顏色 現在只交了一兩個而已 就把它背起來就好 就只有那個而已 來這個可愛小女生 女生很多不在 7 7號 誰會發紅光 B 奶氣發紅光 背下來就好 來發紅光 我們講過 亥奶啞的用途要記一下 亥氣有什麼用 奶氣有什麼用 啞有什麼用 背一下 然後呢 我們的 平流程的臭氧 可以吸收紫外線 對生命有幫助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 有一件事情 而使我們的臭氧 含量變少 變稀薄 我們稱為臭氧洞 然後因此就會有 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就做一些措施 第1課的時候再詳述 來請問你 我們誰破壞了 我們的臭氧 國中生考試 其實就考這個而已 就是問你誰破壞臭氧 29 沒有29 25 25沒有來 35有嗎 沒有35 34 新同學 34 起立 誰 豬啦 公上 有人說豬 你說誰 你說B 很好請坐下 氮氧化物流氧化物 等一下膠空羞氧會膠 是空羞氧物質 然後會造成酸魚 我們破壞臭氧的是 佛氯碳化合物 或者是 客門寫的 佛氯碳化物 就這樣子 很簡單 就是幫各位做一些 簡單小練習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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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